本影片为关影后的众雷心得 会有很多的剧痛内容 请大家斟酌观赏 荣尾地下城 盗贼荣耀 一起来背一万国度 大冒险 应有四人 可以是胖恩 救团救女儿 前进打倒二势力 战士 舒服是德鲁伊 来插花帮忙的 圣骑士团结力量大 竟是意想不到 三不转人转的奇幻旅程 哈 没玩过D&D 应该也有听过D&D 不然就去参考一下 怪奇物语影集一到四季 里面一整个 不管是小屁孩或剧情 都在玩D&D的梗 不过呢 并不是那么简单 D&D 柏拉金森 短时间要介绍D&D 根本就是密切尼 Passport 嗯 对不这边 也只能说一些些的皮毛而已 重点要来看看 这部电影 龙与地下城 盗贼荣耀 这是取材自D&D 战役设定之一 被忘了国度 说的是几个 原本靠着偷东西 小拉小闹的盗贼 全两场的大货 必须要来补破洞的故事 就看到了 在电影开始 画面带到了冰淇学弟 然后带出了 被关在狂犯的镜头 监狱里的男女主角 有克里斯帕恩 饰演艾清德 是一个隐忧诗人 而密学 罗德里奎之 饰演霍尔嘉 蛮族女战士 也透过了 在一场赦免委员会议里面 艾清德简单带过 他跟霍尔嘉 认识过往 以及到底 为什么 他们两个 会被关进来 这边的经过 原来塞尼谋略的艾德金 负责动手的霍尔嘉 他们两是在一次 潜入塑形所 同盟要塞时 被逮到的 那时候 他们通过德 还有修格兰 饰演弗吉 假设到史密斯 饰演塞尔嘉 一个很霸卡的处事 以及当时新加入的法师 戴希赫德 饰演的索菲娜 而索菲娜 其实是一个 邪恶的红袍法师 但在德金跟后尔嘉 还不知道他的正面目 那时候索菲娜目标 是要去偷邪恶的魔法号角 艾德金曾想要 偷复活石板 来复活他以过世的老婆 看到也就是那么随小 他们要撤队时 就在索菲娜施展的 时间暂停的魔法之下 他们两个来不及 逃离那个魔法的范围 就被逮到了 所以在被关了 两年之后的 这一场赦免会议 本来委员会 就要盼他们两个 可以赦免了 不过就在公布之前 他们抓了贾纳森就往外跳 确实蛮搞笑的 贾纳森是一鸟人 艾德金跟后尔嘉 好这样的方式逃离 飞离了高塔 然后本片故事剧情的主着 从这边才正式开始 逃离之后的艾德金 要去找福吉 还有他女儿 克罗伊克尔曼 饰演其他艾德金的女儿 被逮到之前 他把他女儿 其他托付给福吉照顾 呃 Figure it out over a drink Prolly best You need to How are we can pull this off I need a team 来看到了 整个龙与地下城 是一个十字级的大架构 而这边是一个 有够闹的剧情 来铺陈这部 道贼荣耀 艾德金货家 要去找福吉 跟他女儿 却发现到 不知怎么了 福吉现在变成 九冬城的领主 来帮大家小补充一下 九冬城 位于建湾北边 九冬城 是位于飞龙西北的 一个繁华无名的大城邦 也就是电影里面 看到了 是一个相当热闹的地方 如果有玩D&D的朋友 应该会知道 前面提到了 被忘了过度 包括整个大世界 这一部道贼冬药 大事上 聚焦在费伦 决东城这一带 然后就在艾德金 跟霍尔加 来到决东城时 就发现到了 原来他们是被 福吉给陷害了 福吉说了艾德金的坏话 其他变得不相信老爸 甚至福吉联手索贝娜 利用其他的 其他计划 福吉派人 要把艾德金 和霍尔加 带去砍头 但搞笑的 两个福大命大 勇气逃归结 所以啦 在逃出去冬城之后 要再另外想办法 就看到 他们跑去找了 之前的小伙伴 塞门 再透过塞门 认识了一个德鲁伊 接着是寻现 找上了 还蛮厉害的 神奇事 战科 苏菲亚的另一次 饰演多利克 可以变成各种动物 他是一个具有恶魔协同 提风拟出的德鲁伊 塞门说之前跟多利克 交往过 但多利克完全忘了 而更有趣的是 多利克变成猴子 跑进城堡 打听到 福吉把所有的精英财宝 都放到一个宝藏室 并且索菲娜 还用利亚的魔法 缝引起来 所以想要混进城堡 托复活石板的难度 大大倍增 他们策划了 要先去找一个 裂解头盔 来破解魔法 乖跑到一个 古瓦木地 以不断复活死人 不断问死人 关于头盔 最后跑去那里的方式 终于 给他梦到了 结果就是这一位 有了一只当佩吉 饰演的战科 他是一个泰艺人 但跟其他 被红袍法师 荼毒控制的人 不一样 他是圣骑士 而且是一个 不好玩 非常无趣的人 然后 透过战科的回顾 他们才知道 他小时候经历过 强大的巫妖 杀杂斯坦司法 他后来逃过一劫 所以也才会这样 痛恨红袍法师 战科过来决定要帮助 爱德尔金 他们拿到 裂解头盔 不过爱德尔金 中间不怎么信任战科 因为他老婆 就是被泰艺人的 红袍法师 杀死的 D&D本来就是个 奇幻背景 多人组团 角色扮游戏 最早的最初版 是在1974年发行 是由家里 杰克克斯 跟大卫亚奈森 所共同创造出来 游戏并不明确限制 参与人数 通常有3到5名玩家 以及一位主持人 成为地下神主 而D&D也是第一个 被商业化的 桌上角色扮演游戏 虽然我也看到 就像是玩游戏那样 有点剧情 偏重于团队合作闯关 基于爱德尔金 球团 向这段过程 由战科来带队 带大家下定一下 要去游玩地狱 取回他藏在那边的 裂解头盔 但事情并不是 大家所想象的 那么简单 光是要过桥这一段 战科解释了半天 结果在赛门不小心 踩到了机关之后 完全就破功 神主桥在大家近待之下 赛门后来发现了 可以开传送门的魔杖 原来 货架从前夫那边 拿回来的手杖 其实是一只可以在 短距离内 制造两边互通的魔杖 不过接下来 还有更多麻烦事的 索贝娜派人 要来追杀他们 甚至就连巨龙也跑出来了 包括像过去历史的 永远荒野大战 惹获黑龙肆虐 甚至后来进到 幽暗地狱的大冒险 被德拉斯 率领暗杀小队追杀 另一只巨龙冒出来 这是一只叫 西伯恰德 看起来有点过胖的 红色巨龙 也差一点点 就被巨龙给吃到肚子里面去了 这些过程 看起来蛮搞笑 但是充满了 惊险刺激的 这些怪物 巨龙有的没的 就是来自于D&D的底蕴 基本上来说 和这部电影 其实有一个门槛 很多背景设定 来自于长久以来 D&D累积下来的 对于没玩过 D&D也没接触过 其他周边的朋友 可能有些部分会不知 所以大概也就这样 因此整部片 才会以比较 诙谐的调性来进行 并不会特别强调 每一个细节的历史背景 让大家轻轻松松 来看电影 才是重点 所以咯 也是看到了 整个团队是有够闹了 在幽暗地狱 拿到了烈姐头盔 好不容易逃回到地面 接下来 却遇到了灵感难题 在门能力还不到 头盔一直排斥 根本不想跟他绑定 从幽暗地狱 回到地面世界之后 战客后来离开了 剧情里面说到 他工作只是帮忙取得头盔 但其实 D&D想说 搞不好是编剧 认为战客太强 一直有战客在的话 后面任务就太简单 不好玩了 总之后面战客离开了 爱德金的团队 剩下获得 多益克跟塞门 而且是在塞门 一直还无法搞定 头盔的状况之下 大家还是必须要 开始行动了 也是没办法 加上要用花光传送门 偷偷进到 保障式的方案出包 不管爱德金怎么掰 后来大家 只能多管其下 分头进行 来揣各种方案 大家偷偷来到城堡 爱德金要去找他女儿 霍尔家跟塞门 前进宝藏室 很多益克则是试着 持续转动 想办法要从传送门这边 来进到宝藏室里面 不过也是万万没想到 他们全部都中计了 这件事 索菲娜已经布下 要抓的陷阱 即使塞门后来 终于克服自己 戴上头盔 但打开宝藏室的门 才看到 里面其实是空的 原来就东城举办比赛 一整个91场大骗局 福吉打算要搜刮所有的精英财宝 要上着大家聚集在竞技场的时候 要从港口开流 他把所有搜刮来的精英财宝 统统放到一艘船上面 多里克后来通过传送门之后 被突袭 但由这边他理想到了 福吉是要托运精英财宝室 而塞门后加进到宝藏室 发现是空的 接着就被索菲娜设计的机关给抓到 然后艾德金跑到其他房间 遇到其他是假的 其实是索菲娜假冒的 所以艾德金就这样也被抓起来 嗯 为了拖延时间 制造机会可以活下来 艾德金怂恿了索菲娜 把他们整个团队放到竞技场 不然也就这样 但他接着被放到民宫里面 在无法使用魔法之下 一边被威兽追着跑 一边还要想办法逃出去 阻止伏击带着其他闹跑 来看到龙与立心阿神 倒是谁荣耀 导演的部分 是由强烂阿神高斯丁 跟运强戴利所共同指导的 在拉曼鞋上 影评跟观众的评分 都有90分以上 表现还蛮赞的 得到大家相当高程度的肯定 而在长期方面 确实是行述出了 令人着迷的奇幻世界 加上各种怪物与巨龙 以及各式各样的彩蛋梗 喜爱D&D的朋友 应该会爱这部 对D&D不熟的 一样可以来看得闹 整部以一种 有够闹铺陈方式 但又可以看出 角色的成长 还有之间情感的羁绊 像赛门本来是缺乏 自信的马卡素士 实际上他是伟大法师 艾玛米斯特奥马的后代 要相信自己 打倒唱吹吹的自己 才能真正脱胎晃骨 而原本不信任人类的多利克 也在这次团队合作之中 找到了值得信赖的伙伴 不然呢 好不容易大家借用 跳进去QQ的立方体 如果未受攻击之后 大家赶到港口 制止伏吉 他们抢走了伏吉的船 就走了奇拉 本来是要就这样 带走经济财宝 远走高飞的 不过看到索菲娜 正在施法 荼毒一整个经济场民众 怎么可以就这样 一直都了知呢 要如何对付索菲娜 下一段预告之后 将来介绍最后结局 如果还没放过地银 或想保留一点神秘感的人 建议看到这里就好咯 爱戴金他们 终于了解道理有道 也呼应战科的中姑 不一制裁 中姑就还是要回归给民众 他们透过了传送 把扶起一整船的经济财宝 借由大气球 撒在街道上 也吸引了所有民众 离开经济场 索菲娜计划落空 随时大发飙 转了大轰炸 要来干掉爱德金他们 而原本爱德金他们四个 其实都不是索菲娜的对手 但实话说得好 三个臭鼻将 胜过一个诸葛亮 就是德罗伊跟战士轮番 加上还有爱德金的计谋 即使一度好像快要不行了 不过在大家的合力之下 就必得索菲娜 在时出了那一招 实验暂停的魔法 呃 刚刚就说过 赛门已经不是之前的罢咖 就看到了 由赛门解除魔法 爱德金还有隐形的其他 把法魔法的手炮 靠在他手上 索菲娜无法再施法 也就这样 大家终于联手 打败 打挂了索菲娜咯 只是呢 剧情最后还有个虚择 看到在打斗攻击中 霍尔加被索菲娜 比手刺中 里面设定 被红袍法师的比手刺中 是没救的 所以啦 等到了霍尔加挂掉之后 才又想到了 爱德金拿出刚刚床上 拿到复活石板 也就这样 再把霍尔加复活 客气可贺 今天是打倒了坏蛋 抓到了福奇 大家都没事哦 总结来看 百分百欢乐 满足大胆幻想的冒险旅程 看到了 在很闹的军事中 富含了十足介意的情感核心 虽然人不跌 没人到魔界 那样十字极 壮烈气势磅礴 但是以一种幽默小诡稿方式 来叙事 即使没玩过游戏 不熟D&D的 也可以看得很开心 这一部 奇剧感染力奇剧 故事剧情也相当励志 主角因为失于之爱 而上次斗志 却在误打误撞 在这群一起成长的 伙伴陪伴之下 找回人生新的方向 都是为了伙伴 爱德金把复活石板 用在霍尔加 也就代表了 他放开心胸 慢慢走出 失去老婆的阴影 一整个团队 最后是回到了 木晶莹的森林 眺望了远处 老林族复原 就通常也恢复 之前的样子 而另外一边 再看到了 幻传福吉 被关到监狱 想要复制 最前面爱德金 拉甲纳森 跳窗的那一招 但没用了 窗户改成墙壁 再也跳不出去了 变迈卖得好的话 续集应该就没烦恼 然后正面之后 还有个小片尾 在演员名单中间 还记得 他们古墓 问史诗的那一段吗 哈 有一只没问完五个问题 还在拜托 大家问他问题 大概就是这样啦 趣味满满的这部 推荐给大家 还有什么意见 看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 大家一起来讨论 这部龙与地下城 倒贼 荣耀吧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 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 那就现在这样 拜